跟你的上司 对 为什么会想到到我们节目中来告白呢 因为我等这个人等了22年 等22年 对啊 你不是介绍你的22岁吗 对啊 所以你从一出生下来 我花一个月的时间等她了 哇 你这个告白会打动我 放了一辈子的时间来向她告白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干净利落错的女孩 等了22年的人到底是谁 讲什么样 一起来了解 她们都叫我前顺 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 可我却是朋友们的资深恋爱顾问 你又有什么用吗 你怎么让男人去啊 我不恋爱并不是因为我不优秀 而是我太优秀了 从小到大 我遇到的男人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无论学习还是感情 我最常见的 就是那些主动追求我的小男人 其实对于爱情 我的要求真的很简单 我不在乎她的身高 也不在乎她的长相 更不在乎她是否有钱 我只在乎她的能力和气场 确实证明 没有能力的男人 就不应该有女朋友 22年来 她是那个唯一打败我的男人 但是随着她 已经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事业有成年轻有为 是众多女人心目中的钻石娃娃舞 我知道喜欢她的女生很多 但我不在乎 本军的看 和本军的女性 我很欣赏她工作的状态 疯狂 激情 活力辞涉 她就是那个能征服我的国王 我发现刚才在你的短片当中啊 你会提到一些什么 本军 这样的词 你是不是那种比较 就是女权主义比较强的那种 如果说女权主义的话 可能 算正常 但是我会比较错 可是这样有的时候会伤到别人 伤到别人啊 那他们对我伤就是他们不对啊 她是你的相机 她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是这样 那天我在作为一个实习项目的之后 然后有一个模拟的谈判 她是刚出差回来 我们为了这个案子 已经准备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作为实习生的代表上场 结果她只是拿到卷宗看完了之后 在这么实力 就是之前准备相差 选出那么大的情况下 她给我达成了平手 所以这对我而言 已经算是我吃了 你觉得她是你的 你的菜 而且是肯定是你的菜 你已经纳入囊中了 那你还需要告白吗 是啊 我说她将能成为我的国王 她有成为我国王的资格 我可以因为她从一个女王变成一个皇后 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 你那么强势 如果说我想保持那么一贯的强势的话 我就找个小男人好了 所以你之所以一直这么强势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那个能够让你安心当皇后的那个人 对 可是 胡老师 你相信她做皇后的样子 你能想象一下吗 温文 哎呀 温文 温文 冬领六宫 皇后一般是母一天下 对 但是她更像国王 不像皇后 对 我很担心啊 夏树 你如果找一个男人啊 你是找回来干什么 你是找回来了以后 你是跟她比一个高下呢 还是说怎么样 那我想到 PK 国阳之间的PK 那实际上一个女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将国王其实很累的事情 嗯 对 所以我希望能找到一个男人 能帮我这些国王的工作结果 所以让你放下 你在22岁 你真的都已经常见了女强人背后的辛酸史了吗 呃 从小保护女孩子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五妹 外表下拥有一颗男人 战斗心的女生 在她的心里头 除了就是 除了她的事业以外 在生活和爱情上 她其实是渴望她被一个人打败的 嗯 这个男人 能让她衰败犹容 是这样吗 对 心悦臣服 我想找一个比我强的男人 我希望我以后变成像 就像一只猫一样 很悠然 可以很优雅 然后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不需要为很多 呃 跟自己无关 甚至说本来不需要自己承担的事情 而去担心去烦恼 嗯 这是 这里头还是只有你自己啊 这个男人在哪里呢 你的爱 就是你是一只猫的时候 那那个男生在哪 对 猫的那个人吗 哈哈 你懂爱情吗 呃 除了 就除了除了物种的差异之外 他可以成为喂猫的那个男人 那可是 我觉得爱情是相互的哈 就是在你爱我的时候 你照顾我的同事 我也是爱你 我也有付出的 那你总是让喂猫的那个人去喂猫 那那个猫给那个喂猫的人有什么 你说给他温暖啊 给他快乐啊 给他一个家的感官无后顾之忧 嗯 以及包括责任和一些琐事的处理 应该都不难 叔叔在讲爱情的时候还是那么理智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一个case 我们是在讲一段很感性的东西 既然你今天鼓起勇气能够来向他告白 一定在生活当中你们也发生过一些接触 呃没有私下接触 私下都没有接触 对 你就跟这样的人告白 对 为什么一定要有过私下接触之后才可以告白呢 我觉得你可能对上次只是一种钦佩 好 因为从小都没有人可以让他这么折服 但这是爱吗 呃应该这么说 可能比较少见 对于我这种性格的人 钦佩就已经足够 就已经是爱了 你的标准就是什么呢 我的标准很简单啊 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他是男的 呃第二他比我强 如果其他的方面有缺点的 只要他能力强到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的话 我可以接受 但下次我一直听到你一个词叫比我 对 就是你一直在比较 你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男性的角色 跟一个男性去比较 那比来比去你说有标准吗 比如说体力 比的是什么 智慧 还是什么东西 你觉得可以比什么 头发长吗 你说我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男人的身份 和地位里面去跟他们比 但事实上我跟他比的环境都是无性别的环境 就说这件事情 不管男的做 不管你的做 你不能因为你的性别而作为一个输的理由 我跟他们的比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你说能力必须要强 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我败给他了 这就是他比我强的一个证明 可是夏秀 你的这些种种描述 让我都有点恍惚我所处的环境 因为我是个完美告白 这个舞台上 可是我一直听到他在说 我们交战的时候 你赢了 我败了 能不能谈这些爱情 夏秀说的能力是 只要能赢他 他就认为是有能力 如果这个男人他不是你的男上司 他没有在工作上胜过你 你是不会爱上他的对吗 就这个事情来说是 可是你不懂爱情 为什么呢 你这样不会觉得很辛苦吗 工作的时候面对着这样一个比你强的人 你们在工作上有所交流 OK可能会有一些共鸣 但是回到家里来 我们还是在斗争 你还是要试试比我赢 你脱地板要脱得比我干净 你做饭得比我好吃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如果说真的是 他的身份是我的男友也好 是我的丈夫也好 那就没有存在这样一种立场的对立 但是你现在的言谈剧剧 我们感觉不到